新建案 灰色塑膠管靠兩根吊架支撐 碰到梁柱 往下走約三十公分出牆 臥室內這麼大的一根管子 是廚房的排油煙管 拉了好幾公尺 穿過臥室排煙 臺南某建案現在設計 加上綠色植物點綴 外觀亮麗 但排油煙管被網友笑說 免費升級工業封 如果漏氣 房間真的會很慘 屋主表示當初買房建商有表明 排油煙管會經過房間 但看到實體發現罐子往外彎 導致包管藥包超級厚 建商說工法上沒辦法改善 讓他覺得這年代砸重金買房 竟然超弱勢 主要是要為了要讓我們的房間都有採光 還有我們的一個客廳要有採光 所以在取捨之下 把那個廚房設置在這個位置 追求方方有光才拉場管 參考其他建案 通常排油煙管都從旁邊臨近壁面出去 網友買的臺南新房 排油煙管長又粗又沒貼壁 包管孔吃掉四十公分空間 而排油煙管跨房出牆有先例 大部分建商都會盡量細管貼壁 往上拉給足下方空間 也比較好修飾 買了小宅現在可能得在犧牲空間用木工修飾補救 還沒想好怎麼解決開門建造的問題 就先為了補救排油煙管穿防傷透腦筋 三星文王少宇 劉安靜 李安保台南報導